是相无相 刚才讲了 体 自信 自信能生 能信 又无不相 那就是所生所信 它能信一样 这个不好懂 所以我们常常讲的这些地方 我都用 电视 现在家家都看电视 我用这个做比喻 那摄像是什么呢 摄像就是屏幕 电视的屏幕 它是真的 它存在 那无不相是什么呢 无不相是屏幕里面线的这个画面 你看我们一按频道 画面就先出来了 现在屏幕里头 那我们要问 屏幕是实相 现的是妄想 这真相跟妄想 怎么分 你有没有办法把它分开 那这个画面 离开屏幕 它就不能现现了 所以现在屏幕上 它绝对不是屏幕 它跟屏幕毫不相关 你真就是真 妄就是妄 怎样把这个信息 妄想灭掉了 你把频道关掉 立刻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真相里面 能现 无量无边的实相 那频道多吗 你随便看哪个吗 你不看它 就恢复原来的本样子 这样 无相 无不相 屏幕是无相 里面频道里的是 无不相 这是我们每天面对的 所以 看电视会开悟啊 你要能这样子看法的时候 你就开悟了 了解什么呢 真妄不二啊 真不是妄 妄不是真 但是真妄不二 那真在哪里 真在妄里头 妄在真里头 这个参悟了 只开悟了 所以会 电视 你会看电视 跟念华严谨 哪有两样的 没有两样啊 就是你不会看的 你看的时候 全被里面的动作迷了 那你就糊涂了 你要能在看电视里 看出真妄不二 看出繁琐有相 皆是许万 你不就大车大乌了吗 那什么 那电视 跟华严谨什么两样 跟无量寿经也没两样 看电视在学服 会看的人就成佛了 成菩萨了 不会看的时候早夜 心里都跟他转 他笑你也笑 他哭你也哭 在那里学一些啥道淫妄 那么你不就搞得多地狱去了 所以 佛经在哪里 没有一样不是佛经 大方光佛华严在哪里 无量寿在哪里 没有一样不是无量寿 没有一样不是大方光 不是佛华严 问题就是你会不会 所以金从哪里出来 金从石像里出来 就佛讲的是石像 下面说无相 无相者 立一切虚妄之相 无相就是立相 那有没有相呢 有相 为什么叫无相呢 心里头没有相 我们眼睛在看电视 电视有没有相呢 有相 可是我们心里面很清楚 这个相是个幻相 不是真的 是假的 你对于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屏幕所现的这个色相 你不分别 不知足 你没有执着 那就是修阿罗汉 没有分别 你就是修菩萨行 要不起心不动念 那你是修 也成佛法 诸位真的学会了 你每天看电视 就在那里修行 你是修 阿罗汉 还是修菩萨 还是修佛 那不会修呢 不会修在那里修人天 修阿罗 修 修 畜生 我会 地狱 都在一年之间 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你在电视里学习那些傻道阴望 那就是三无道 你在学三无道 你一看到电视 这是好的 善的 你说我要跟他学 那不好的 我要改过自新 我有没有 我要有的时候 我不能跟他一样 那就是人天 那都不执着的时候 是阿罗汉 都不分别是菩萨了 你看看 同样在看电视 每一个人成就不一样 有人看电视 成佛成菩萨 有人看电视 看到地狱去了 所以中门 祖师大的 常常问学生 问一句话 你会吗 这句话意思 无量的声光 意思你会吗 你会 你就成佛成菩萨了 不会呢 不会到山土去了 离一切虚妄向 是叫你心里的离 不是叫你四场离 四魅章爱 四四无爱 心里可没有 永远保持亲近心 平等心 决心 这是臣服之道啊 四为什么 四是假的吗 是虚妄的吗 你不需要理他吗 你把他当真 你就上当了 你就错了 你知道他是虚妄 只要你不执着 不分别 不习心 不动念 什么书都没有 那就是如来应试了 祝佛如来到世界来 他就是这样 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确实没有习心动念过 他在形式上 跟我们没有两样 跟我们活光同臣 实际上 他没有起心动念 菩萨跟我们在一起 虽然有起心动念 他没有分别之处 从这些地方呢 我们就体会 他境界 前身不一样 那么